健康在线帮您的健康我们帮 大家好我是万琪 大家好我是小陈 健康在线帮 在这个早晨又敲醒了您的耳朵了 昨天是立下了 那要跟大家分享一首古诗了 说人到七十古来少 除去年少和年老 其余所剩已不多 还有一半睡去了 古人说了一半的时间 我们都是在睡眠当中度过的 这是古诗啊 这你自己写的 被你发现了 都说春困秋乏下打盹 入冬还想睡一会 对啊刚才你说了 这人生有一半时间都睡去了 虽然这个时间是挺长的 但是这睡觉还挺重要的 是的 有人说了这春困秋乏下打盹 这春天北应该困啊 但我怎么还失眠呢 其实啊就跟我们呢 自身的一些机体的器官 有了一些这个不好的反应之后 就容易失眠了 没错这个失眠还真不一定 就是心事多呀 对呀 烦恼事多呀 有可能跟一种疾病有直接的关系 到底是什么疾病呢 那今天呢 我们也请到了主讲嘉宾 通过短片来认识一下他 贾春宝中医博士主任医师 现任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 中医特色诊疗研究专业委员会理事 获国家专利两项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技交流中心 重点推广项目两项 北京同仁堂医院特需专家 哈尔滨贵生堂中医医院院长 欢迎贾老师 你好 欢迎 刚才我们说了 这两天本应该是这个犯困的季节 为什么有些人反而睡不着觉 这失眠跟甲状腺跟这小蝴蝶有什么关系呢 失眠的人这些年来可以说是很多越来越多 有的人说各种疾病从医生的嘴里出来都是越来越多 其实这也是一个现实 那么人口越来越多 老龄化越来越多 我们健康的意识越来越强 当然我们发现的在座的病人发现已经被发现的病人越来越多了 所以这个不是一种什么坏事 也从另一个侧面说 我们已经很重视健康了 我们健康的意识很高了 这是个好事 对 睡眠的人不好的人越来越多 我认为 其实可能原来睡眠人不好的人也挺多 大家也都不嚷嚷 也都不说 睡三小时也挺好的 我也不耽误吃不耽误喝 他也就不看了 像我有一个病人 他从18岁到65岁 他从来晚上没睡过三小时的觉 就天生这样 就这些年 他说我都习惯了 我觉得这不算什么病 你看我白天早上 我早早就上班 我一日三餐 我什么都不耽误 我孩子生了三四个 我也没什么家伙 还比人多了那么多个小时 对 我睡不着觉 干什么 洗衣服 还能干家伙 晚上洗衣服 还收拾屋子 孩子多 又做饭 又给整家整大 以前还利用挺好 都自己做 衣服都自己做 那还真是有时间 有的时间一步睡觉 他说我这年龙大了 我觉得不得这么难受 他说 回事怎么没劲 一走到了心都吐吐 我说你天天 就睡三小时 就叫你不吐吐 没恢复过来 他到后半夜睡觉 跟我们的蝴蝶 又没有关系呢 有关系 刚开始可能是我们这些人 睡不着觉 心情不好 烦了 头脑轰轰的 你就睡不着觉 你头脑不红 坐飞机似的 坐火车 坐晕车 有的人描述说 我睡不着觉 我这脑子就跟晕车似的 实际是什么 就是我们的内分泌系统紊乱了 内分泌系统很重要的一个器官 就是我们的甲纹线 就比如说小蝴蝶 他出毛病了 他多了少了 都睡不着觉 多了 你亢奋了 两眼瞪流圆 比较激动 比较激动 你亢奋 你这一天 这脑子的叫思绪万千 你浮想连天 你想想点美事还行 你想想点烦心事 完了睡不着觉 你假简了 你郁闷 你心情老不开 老是憋屈的话 就憋屈巴拉的 有的人不就咋说的 说大夫 我咋就一点高兴不起来 我瞅着谁 我都不高兴 前两天来个病人 他跟我说 说你是邪的大夫 原来我瞅我老公 那老好了 那就实际上最好的男人了 你看看 我追求他 我老快乐了 现在不行了 他都不能出声 他一出声 我这心就咔嚓就多了 上下车都不能出 他还憋着 喘 你别说话 你敢离开我视线 别跟我前后 这是不是更年期 我刚才也想说 一般你 假装陷病 真是假装陷病 他没到更年期 时间还没到 他自己就说 我也不知道我咋的 人家为啥就看病 这颗淋巴结肿大 牙疼 牙疼就疼 下巴淋巴结肿大了 所以同事说 你就看看去 你这个有大波 到医院 医院大夫说 你看看假装陷 你脾气这么糟糕 一看假装陷 一查 假减了 假装陷功能低下了 T3T4降低了 触假装陷素升高了 假减了 吃点药 自己还纳闷 说我上网搜一搜 这是不是抑郁症 对 现在咱的手机 都是比较方便拿出来 一搜 搜索一下 一开始看 像抑郁症 抑郁症 心情郁闷 好哭泣 烦躁 睡眠不好 收起啥就像 干零都提不起兴趣 所以再看看 人的抑郁症 吃的抗焦虑药就好使 他将抗焦虑药吃上 不管用 头两天还挺好 管用吃的 心情好点 过两天又跟老公打起来了 抄子起来了 跟儿子也不行 他老公说 我们俩就是你的杀气筒 你瞅我们俩谁都不顺眼 你说你瞅我不顺眼 也就罢了 我这也老了 怎么看一连者的 不好看 我也不会说话 你说你儿子女生 你怎么跟他 你也激 你那我也激 我瞅他不顺眼 他不像我想象中的儿子 这时候他儿子也不好了 他认为我儿子应该怎么怎么样 我儿子应该怎么怎么样 就不是他想的 所以听了贾老师的解答 为什么会得了甲状腺疾病会失眠 你想看自己的老公和自己的亲儿子都不顺眼了 他能睡着觉吗 所以这个直接的这甲状腺疾病就会导致失眠了 那刚才这个贾老师提到了两个病 一个是甲抗 一个是甲碱 都可以引起失眠 那这甲抗和甲碱之间是个什么关系 什么是甲抗 什么是甲碱呢 甲抗和甲碱呢 其实我们做一个比喻讲 就像一个一个翘翘杠翘翘板 中间的就是正常 往这边翘 那就甲抗 往这边翘 它就甲点 它这个为什么要用翘翘板来说明的问题呢 它有两对值 一个触甲状腺疏 它算一边 一个是甲状腺疏 算一边 触甲状腺疏升高 这边升高了 那边降低 这就叫甲碱 如果甲状腺疏升高 触甲状腺疏降低 这就叫甲抗 这个呢 在临床表现比较明显 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准了 我们看问题啊 尤其我们的观众朋友啊 一定要多注意 为什么要讲呢 T3T4值升高了 触甲状腺疏降低了 那个触甲状腺疏就是TSH 在我们化验单里排在第三行 要是甲工五项那个就排在第三行 那个值往下了 前两个值往上了 这就叫甲抗 如果正好相反 第三个值往上了 高了 头两个值往低了降 这就叫甲减 为什么我说了这么多遍呢 就是因为我们有很多同事啊 因为他不是这个内分泌科的专业医生 他也看不懂这个事 结果就把病人呢指导错了 我们就有一位病人 当然了在跟医 说医生没关 因为那地方没有内分泌科医生 都是打内科的 啥病都看 哪个专业他也搞得不精 看完以后一看 你这个箭头冲下了 第三个箭头冲下了 你这甲减 你得吃优甲乐 本来人心率跳都110了 他再给你吃点优甲乐 光级光级光级跳的变成120了 病人说大夫不行 我心抖了我都 我这手都这样了 这怎么回事啊 也不行 你快去上省城吧 上哈尔滨吧 上上级三甲医院去会诊去吧 到哈尔滨来拿了换单 我一看 我说你在哪给你看呢 你吃这个优甲乐 大夫说我是甲减 我怎么越吃越难受 是不是吃错药了 我还不能说人家看错了 我要说看错了 你这不是储国人病人跟医生打架吗 我说你的药啊 这个药不适合你 你看你把药停了吧 咱得换一个药 这药有千万种 哪个适合你呢 哪个更对症 只有一个 我要给你换一个 换一个适合你的 所以说呢 我们的这个甲状腺病人的看病啊 我们在这里讲呢 也要求希望啊 我们的甲状腺病人通过我们这个节目 能了解这些医学指使 你遇到那个时候 你没有办法 那个大夫他也看不懂 你说你 人家也不是这颗大夫 人家是看 比方说人家看拉肚子 你非得让人看乔本事病 让人看假抗 也不会看 你不难忘人吗 那也就 顺便看一看吧 那就告诉你一下 所以还要专科专治 对 那关于甲状腺的一些疾病 如果电视机前的一些观众朋友 您有哪些疑惑的话 都可以和我们节目进行沟通 进行互动 稍事休息 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 今天跟大家共同来关注的是 甲状腺方面的疾病 刚才我们跟甲老师一起来关注了 这个甲抗和甲减 初步的了解了这两种疾病 其实很多朋友 他不是说自己得了什么病 他不知道 他真的是对甲抗完全没有意识 你比如说前两天 我就看到这样一个新闻 咱们请老师也给切一下 有一个是四川的何女士 她就是38岁 因为车祸导致了一个 脾葬严重的破裂 当场休克了 这医生花了三个多小时 终于把她的命给抢救过来了 结果没过多长时间 又陷入了昏迷 又是着了 这可给家人这吓坏了 到底怎么回事 结果一问 她有了八年的甲抗病史 一直没有治疗 所以险些 酿成了大祸 想问问甲老师 您看像和女士这个情况 为什么你明明都抢救过来了 之后因为她有甲抗又昏迷了 这甲抗还会导致昏迷吗 甲抗要说起来 刚才我们讲了一部分 甲抗就是甲断腺激素分泌过多 它就是反应比较敏感 特别敏感 甲抗加重病情 或使病情得上甲抗 那么它需要有一些诱因 其中就有一个突发事件 它车祸了 脾都弄碎了 这应该算一个比较大的突发事件 在这种大的突发事件作用下 这个病人的甲抗突然就加重了 你是把他救过来了 那时候他昏迷着呢 当他一醒了 这种刺激就瞬间的作用在他整个人体 神经 内分泌 整个系统全都给作用来了 这时候他就承受不住了 甲断腺激素升层往上涨 那就像看火箭似的 一会儿 甲抗伪向了 人就昏迷了 所以我们在生活中要想健康不得病 怎么办呢 心态一定要平和 别因为一点小事 分得气得不得了 不行 我要跟他拼命 你拼什么命呢 拼了命 你他命也没了 你命也快没了 所以我们为什么老是活在痛苦中呢 就是很多问题看不明白 突发事件就是这样 他会刺激你 让你疾病假冲 所以四川的河女士突发的这样的一个晕厥 也不是一朝一夕造成的 因为他得了八年的甲抗 八年甲抗 他没治 他也可能治了 因为这个新闻可能说的不全面 因为新闻它主要抓那点 具体的细节他不能说 但肯定八年没治好 八年没治好 一直在服药 因为八年要不治可不行 八年要不治 这心脏就完蛋了 心脏就废了 你说八年的甲抗不治 那心脏都在这样的天天 那走路也走不了了 所以他一直可能是八年断断续续 或者是没有治好甲抗 这一次通过车祸意外事件 使甲抗一下就加重了 老师我特别想知道 我们都知道心脏病 可能心脏会特别的差 甚至会偷停 或者会怎么样的 这个甲状腺素 它到底是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为什么他把心脏都连带着 跟着一起抖了 对我们的心脏 大家一说心脏 大家就比较熟悉 其实大家只知道心脏长在我们这儿位置 他究竟是怎么跳 是怎么动 他干了啥 其实我们了解的还远远不够 我们就知道心脏管一堵了 不行 我就快不行了 我要没命了 堵了 我的心脏不过血了 为什么堵了 你就不过血了 你就不行了 因为你心血管 那个血管干啥的 缠在心脏上的血管 那个血管堵了 它是供应你心脏血的 它堵了心脏就没血了 就等于没营养了 没营养了 心脏老饿的 你是饿了个肚子 他能干活吗 对 你说八天不让你吃饭 没劲了 三天不让你吃饭 你走不动道 对吧 你心脏都三天 甚至七天不吃饭了 眼看快饿死了 他不就耿死了吗 心脏就不能干活了 突发的心脏病 突然就给血管堵上了 完了 人死了 这就是心脏干的活 心脏它的主要作用就把回流到各个器官所用完的那些血液 相当于我们回水管子 回水管子弄到这里 经过它再把它运到肺子里 再给它净化 肺子就相当于污水处理器 那些还有二氧化碳 还有各种代谢的东西进到肺里头 然后经过肺子一处理 弄些新的氧气 给你放里头 再带氧了 这回你就可以用了 再运到周围去 这样又有用了 这就是心脏干的活 心脏就把它血挤到肺子里 往里挤 这样它就起作用了 那么它和蒋头腺是啥关系呢 对 它要想跳动 我们知道心脏是自主肌肉 自己跳动 这是站在心脏的角度讲 如果它没有大脑支配 没有激素支配 它能跳动吗 说我把这人的脑袋砍掉了 那你看它跳不跳了 还跳一会儿 还跳一会儿 先长了不跳了 没有激素了 所以离体心脏也可以跳一会儿 我们这甲酸腺素干啥的 说到正经上 甲酸腺素分离 这个甲酸腺激素 它就刺激心脏 让你有劲 刺激你 你怎么不 今天怎么不早点来呢 怎么又吃到了呢 这个就是领导 这是领导 领导到时候就给你打电话 几点了 怎么回事 还不来呢 节目马上开始了 这个心脏一看不行 我还得赶紧干活 说是心脏非常重要 心脏也受人管制的 我们假抗了 心脏 它是给的技术太多了 拿小边紧的头 领导管的简直太严了 快吧 还加编 加编完把心脏累坏了 像刚才这个事件的 那就太紧了 一下把心脏干崩了 它不跳了 给少了也不行 给少了 跳不动 一分钟跳四十下 那你哪有劲啊 你也不给人家 心脏不听话了 他还不玩火 对不对 你是来了 主持节目半天说一句 把这个收视率都给说没了 老师太了解我们了 来看一下 在我们这个微信平台上 有哪些问题 有 这个观众朋友 有点年轻 18岁 是个男性 这段时间吃不下东西 还老是感觉心跳很快 还爱出汗 而且这个眼睛有点凸出来了似的 我妈妈带我去检查 发现是甲状腺功能抗进 我想问问呀 老师 这甲抗的原因是什么 甲抗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 甲抗什么原因呢 引起的 因为这个原因 目前应该说啊 都是诱因 诱发因素 尽管我们现在这个医学啊 很发达 全世界的医学都有网络联系 或者信息交流 但是 很多疾病的真正发病原因 扔眼是个谜 所以有很多观点不太理解 说现在 你们看 这这么大医学院啊 这一 少数万人的医学院 这什么都整 什么玩意都整不明白呢 都整是个谜呢 对 这就是世界 这就是现实 所以我们很多病人到了医院以后 他很烦 很恐慌个急剧 怕得了不得 因为医生没有给他一个明确答案 给不了 他就觉得医生就应该 这是怎么的 就怎么的 一事一就是一事一 那您说他只有诱因 那诱因是什么呢 诱因是什么啊 压力大 像这小伙子 18岁肯定是高中啊 中学生 学习压力大 压力大以后 压力大 那有人人家都上高中 人家都学习 人家咋不得呢 因为人家的承受压力能力好 都一样扛200斤麻袋 人家不吐血 因为人身体壮 你他站不起来了 素质 对不对 素质 这就叫素质 还有排解压力能力 你没做好 你没有排解好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压力大 还有就是我们生活规律 不规范 没规律 晚上几点钟睡觉 晚上不睡 像现在的中学生 你写作业写到12点多 对 那都稳乱了 在耍会小视频 那不能 那是你 怕看直播 看直播 对 还有的 现在就是所谓的 这就没 该赖就得赖 咱就得赖 赖啥呢 环境污染 现在不管啥病 都说环境污染 我也得说说 要不说 显得我没知识 确实也有这方面的原因 把我们甲的线 给我们弄坏了 环境污染 我特别想知道 你看这小伙子18岁 在上高中 学习作业 那还肯定得完成 该晚睡还得晚睡 那他怎么办 是吃优假乐 还是他能吃药吗 吃药了之后 会不会就停不下来了 他假抗吃有假乐 不吃坏了吗 吃反了 刚才我说 就是这个反了 老师那他应该怎么办 这就说明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得病了 说药 你说吃药三分毒 这句话对不对 对 但是我们得病了 不吃药行不行 不行 这你得怎么办 毒更大 我们饿了 饿了不吃饭行吗 吃多了 吃多了 撑坏了 你非得吃多了干什么 你吃正好不行 你非得吃多 给你一块肉 给人家炒了一盘子肉 你都吃了 你吃两块就算了 你 你为啥要都吃了 是不是 所以药本身没毛病 如何使用药 那你恰到好处 这重病即止 你别吃起没完了 你当糖豆吃了 那你可不中毒了 所以说我建议这位小伙伴应该认真用药治疗 至于它有些副作用 什么杀上白衣抛了 损伤肝脏 还有幅度药物 那你还害怕 那么还有中西一结合 你中药西药一起治 你把这病解决了 你治好了这个病控制掉了这个病情 你心情也平和了 你晚上睡觉也踏实了 那么你的学习还不耽误了 你的身体因为我们用的药都比较综合 这样照顾的比较全面 就没给你造成什么损伤 将来不就治好了 所以我们不要是得了病以后 就啪 上网一搜 这小手机一刷 哎呀妈 这药不能吃 能把肝吃坏了 肝吃坏了如何如何 肝昏皮 把白胖吃低了 白胖低了 人就没有免疫力了 人就得出门就得打喷皮 打喷皮就发烧 发烧就昏迷 完了 那你就不用说了 我那天跟病人开玩笑 我说按这种假设就说 一个小孩刚生下来 接生 医生就说了 小孩啊 我告诉你 人间都是细菌啊 你要是不回去 马上被感染 你可能马上就中毒死亡了 他怎么办呢 他想回去 能回去吗 回不去 他就只能怎么办 他硬着头皮 还得往前走啊 我们现在就是 生活在这个社会中 生活在这个环境中 一定不要烂怕 弄得非常恐慌 一点破事啊 当成柳万那么大 我们现在有个不良的心态 本来这个事没打听 你也穿 我也穿 穿得烂去 其实不就是下个雨吗 下个木白吗 能怎么的呀 一定要找专业的人士进行确定 专家呢 进行首肯 其实很多的问题 并没有大家想象那么复杂 所以在吃药方面 我们不能阴烟废食 更不可以起人忧天 如果说关于甲状腺的这些疾病 大家内心有疑惑的话 都可以积极的和我们节目 进行互动 稍时休息 马上回来 很多时候我们都认为 甲状腺的疾病 可能都是中老年人容易得 刚才这位呢 是18岁的一个小伙子 回忆我18的时候啊 正是高三 那个时候可以说呀 这个考试的压力非常的大 没错 觉得这个通过考试 就可以改变自己命运了 那可不 现在看来也是哈 那么我们现在呀 这个很多的年轻人 不仅仅是18了 就是20多岁 也容易有这样的一个心理压力 导致我们可能甲状腺呢 分泌的就过多或者过少了 没错 比如说接下来这位 是29岁的一位 也可能是小伙子 他是18年3月份呢 查出了甲亢 那时候啊 心跳过速 每分钟130次 那心慌啊 手还有点抖 之后查出呢 甲亢 这服药不到三四个月呢 又变为甲碱了 之后每天早上空腹 吃了一粒优甲乐 但这几天感觉 心开始慌 心跳加快 容易疲劳 你们有没有什么建议 我是不是又出现甲亢了 这个甲亢 有没有什么好偏方 哎 他这甲亢和甲碱 还能来回的转换呢 对呀 这么神奇吗 你看看 这是一种啊 非常非常 在医生的 非常非常正常 普遍的现象 在我们病人那里 非常非常不能理解的现象 怎么搞的 你说 怎么吃着吃着 我就甲碱了 完了 你很想我吃油甲热 吃油甲热 刚吃上没几天 又炝了 又跳上了 又又甲亢了 我到底怎么办 我吃 治甲亢的 我吃治甲碱的 病人很迷惑 其实这是什么原因呢 因为呀 这个你究竟能服用多大量的治甲亢的药 这个医生也把握不准 那只能摸 所以说摸着石头过河呀 这也是跟着摸着石头过河 那么你 我给你用一片 哎 我看你这个甲亢的控制不理想 我给你用两片 谁知道两片呢 是理想了 嗯 头几天 大夫也挺好兴 心率下来了 一分钟 七十四 两周过去 毁了 病人来了 一分钟五十四了 哎 那就 瞬间就下来了 所以呢 这种啊 情况是很正常的 怎么办 因为我考虑这个病人呢 他很可能是一个 乔本式甲亢 乔本式 乔本式甲亢就是这样的 你稍微给点治甲亢药 嗯 他假减 假减了 你稍微给他往上提一提 他有甲亢了 建议怎么办呢 我们这里没有偏方 我们只只有方计啊 那么 你找中医 中西医结合 来治疗你这个甲亢 嗯 还是可以啊 治好的 老师 过去的时候 好像提起乔本的时候 跟这个甲碱的关系 可能更为密切 那刚才老师 您提到一个词 说乔本式甲亢 嗯 那到底这乔本式 它咋这么神奇呢 跟这翘翘板的两边 关系都这么好 对 乔本式啊 就还用翘翘板说呢 乔本式就在中间 他往哪头划就变成哪边的病 往左边划 T3T4支升高 触甲状腺素质下降 假抗了 他往右边划 T3T4支下降 触甲状腺素质升高 假减了 所以啊 他这个病呢 就是摇摆不定 尤其是年轻的 老人呢 一般呢 得不了几天的假抗 直接就假减 小伙子们 年轻的这些 这些朋友啊 一般都是 假抗得得好几年 嗯 然后呢 慢慢慢慢变成假减 所以这个病呢 就是个特别 所以大家听多了 可能就习以为常了 觉得这个病不陌生 有很多其他科的这个医生 包括这些同学还说 说你们那个病啊 非常烦人 哎呀 又是身高 又是降低 又是乔本 又是假抗 又说是结结 也不知道他说的啥 都是一个病人 八个大夫看出八个样来 到底是啥病 也说不清楚 嗯 其实这很正常 我说那你们的病 不也那样吗 那这一个人来了 牙疼 那牙科大夫说了 你牙疼 到那科 人家说淋巴解炎 那你淋巴解懂大了 那我当然就得说你淋巴解炎了 你到中医呢 火大 你看看 我这一会跟你说出啥来 嗯 所以啊 你试啥病 我认为 当然很重要 重要的是我们要找出一种方法来 怎么解决病人的痛苦 嗯 我说出八个病名有什么用呢 我解决不了病人的痛苦 我只能说我有学问 但不能说我有能力 对不对 对 今天我们跟大家共同关注的是这个甲状腺方面的疾病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有任何问题的话 欢迎您积极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 那一段广告回来之后 我们继续为您大意解惑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健康在线帮 要说我们人体当中啊 长得有点像小蝴蝶的这个位置 就是我们的甲状腺了 如果他甲状腺这个位置啊 分泌的要甲状腺素过多了就会甲抗 分泌少了就会甲减 嗯 那今天呢 其实我们刚才说了好几个 刚才说的都是小男孩 对小男孩 我想问问小女孩的事 小女孩 就是现在吧 就身边有一种朋友 甘吃不胖 哎呦 那叫让人一个羡慕 那太嫉妒了 对 你说这吃多少饭 就都跟美食一样 这甲老师您说这是好事吗 这是甲抗还是甲减 吃了不胖 当然好 尤其女孩怕胖 保持定型 天天减肥 求之不得 病人来看病了 大夫啊 你能不能给我开点减肥药啊 减肥药开点都可以开点 我说就你看你这个身材 这也不胖啊 咋不胖啊 我都八十多斤了 还有一会儿说你八十多斤就胖了 以前我才不到八十斤 我现在都八十二了 一共才高出四斤 我说你看你那个皮儿 皮儿下边有多少肉啊 我说摸你脉都摸不少肉 都摸了骨头 你还减肥 减肥现在成为一种时尚 不管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都要减肥 剪个妈呢 咱也说不清 咱们说呀 这个胖点啊 你别太胖了 咱就要干吃不胖 我还越来越瘦 这可就是病了 首先呢 我们要想到的呢 就可能是假抗 假抗就这样 但假抗呢 不能广是说 我干吃不胖 我还越来越瘦 我就是假抗 广有这一句话 这一句词儿 还不准 这叫临床症状 主术症状不准确 那还有什么呢 还应该有没有劲儿 心慌 出汗 烦 烦脏 这些要具备了 那你可能就是假抗了 更重要的可能还有怕热 你像昨天前天的冷 人家断袖啊 对啊 断袖来了 火力旺呗 假抗啊人家 这假抗就这样 你要真的吃多了 还瘦 首先要考虑是不是假抗 在第一 第二个就考虑 你是不是糖尿病 我们最常见的两种内分泌病 一个是假抗 一个是糖尿病 那么做这些两项检查也比较容易 你到医院去 我查一个假抗 看看是不是假抗 怎么这么瘦呢 干吃不胖 越来越瘦 再做一个血糖 就行了 见面诊断 对 这样就可以确定出来 你是不是假抗 你要真是假抗 抓紧吃 真是糖尿病 还不让你吃了 你想吃 你越吃多了越瘦 糖尿病人 他喜欢吃 而且他还有理由 说我要不吃 我缺糖 我那些糖糕 我都尿出去了 我要不吃 我都尿出去了 啥没有啊 我吃一个馒头 尿出俩馒头 我怎么办 我吃啥 尿出俩 我吃完剩一个 他觉得他挺有理 你吃啥 你不是尿出俩了 你尿出四个 你剩的没了 所以说不要认为你吃的多 你留下来就多 这也是我们的人性的一种体现 人性的本质的灵魂的深处 就是一个字 贪 贪在解释就自私 就自我为中心 所以还要分享 你要分享 我跟病人说 你想一想 你说你做一碗好吃的 老伴还没吃呢 孩子还没吃呢 还有人吃不上饭呢 你说我能吃半碗 生半碗 我那半碗下午吃 我省了的钱 我捐出去 他不那么想 不行 我得吃 我得身体好 我不吃我这么身体好 所以说 你越想多吃身体好 结果您的身体越不好 所以你真的要是得上假 真的要是得上糖尿病了 从现在开始 您就得少吃慢吃了 好的 我们再来看 这位朋友刚才留言了 他说 他的老公最近 总是出汗特别多 而且还浑身没有劲儿 肌肉疼还腰疼 总喜欢躺着 就上医院检查 经过检查之后 医生说是 甲状腺功能抗禁症的肾损害 我想了解一下 这个治疗的方法 这甲状腺影响心 怎么还影响肾了呢 甲状腺呢 这个激素分泌过高 它促进各脏功能代谢 首先就是影响到这个心脏 那么对肾脏呢 它也有影响 我们呢 这个钙流失啊 甲流失过多 那么会出现啊 这种啊 肾功能出现异常 还有低甲症 那个甲 就是金字旁 加一个甲状腺的甲 甲元素那个甲 就是这个东西多了 这个流失多了 病人经常的是没有力量 或者是干脆就不能站起来 可以啊 这个影响到的离子排泄的紊乱 那么它就得要积极的补一些甲 补完甲以后呢 这病人就有力量了 尤其像发作的这个病人 一般都是年轻小伙子 女同志的这个甲 这个甲低的少 年轻小伙子身强力壮的 又能吃又能喝 还能量的 结果呢 突然就跪跌起不来了 俩人拽起来 这腿都站不住 就像那个喝醉酒了似的 还站不住 你先扶着他吧 扶着他也不行 他也不能走 所以这就是甲抗的低甲症 所以这种病啊 如果要是不太了解呢 就容易麻烦 容易引起啊 物质 我在二十年前有一个病人 差一比八十多大个 开大卡车事迹 就在路上突然就跪地下来 起不来了 然后就说他是脑中风 那时候这个 你很像 像啊 不能动弹了 是脑中风 通血管 那时候 反正也不像现在 有喝死有啥的 那也没有啊 没有喝死 医院也小 就是打针 哎 打着打着 站起来了 嗯 说治疗效果很好 嗯 哎 脑中风被我们控制了 嗯 这医院就这么说 结果呢 这眼睛 眼睛大了下来 哎呦 眼睛要看人得这样 啊 拽着上眼睛啊 神经有问题了 上眼睛不能动它了 嗯 经常说话 就是这个这个闭着眼的说 然后你要看看是来谁了 嗯 一转 哎呀 这大夫就说了 这个怎么办呢 这个 你这是上眼睛麻痹 嗯 这个 你也想看人 这也看不了啊 嗯 这怎么办 你做手术吧 好吧 做手术就像噶双眼皮似的 嗯 把上面的肉啊 眼睛抽掉一块 嗯 抽掉一块 你这不就能有空了吗 你能看人了 嗯 病人说行吧 那也批我这样抢啊 天天 你说我这一周 这多麻烦呢 对呀 那就嘎吧 嘎了 嘎完以后 这就像笑声 合不上了 长好了 长好了 突然眼睛闭不上了 因为缺一块肉 哎呦 这会热闹了 天天晚上 那不得张着眼睛睡觉 就像鲸鱼一样 天天晚上都睁着眼睛睡觉 嗯 最后到这时候了 这大夫想 可能不是我咳的病啊 啊 请内科大夫会诊 内分地带科会诊 一会诊一查 假抗 低假症 嗯 嗯 所以现在这个事没有了 我说的话 都是成故事 但是很早年以前的了 对很早很早了 啊 看来呢 很多的时候啊 我们这个进行确诊很重要啊 然后呢 专业的医生治专业的病 往往呢就非常的得力 也能够啊 帮助这个患者能够要到病出 可能有很多朋友那要问了 为什么现在得这假抗假假的人这么多呢 对啊 那到底跟什么样的这个情况 或者是这生活习惯有关系呢 那一段广告之后 回来之后继续为您打一截祸吧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健康在线帮 今天呢我们聊的还是假状腺的一些问题哈 刚才我们都说了 男性得的这个假状腺疾病 女性假状腺的一些症状和反应 你有过思考吗 就是可能眼睛会变大 嗯 然后每天有这个干不完的活 有无限的经历 是不是这样 嗯 老师这个女性我觉得哈 本来的时候在更年期期间 或者说是在这个怀孕期间哈 这心情可能就比较烦躁 对呀 就容易出汗 那这些女同志们 能不能说这个 呃 甲状腺还出问题了 然后呢 这个更年期也来了 这病合在一起 是不是就难治了 呃 有合在一起的情况 嗯 尤其是更年期啊 更年期这个阶段呢 是女同志得甲抗率比较高的阶段 嗯 本来她就紊乱 内分泌就紊乱了 嗯 月经就要没了 嗯 卵巢呢 也不分泌磁性激素了 磁性激素越来越少 那么激素这个是个要求一个平衡的 嗯 啊 中医讲啊 阴阳要平衡 气血要平衡 她不平衡了 不平衡了 有可能就显得啊 我们这个甲状腺呢 她就显得多了 她没人家没更年期啊 你那个子卵巢更年期 我真的更年期 嗯 我真的更年期 我正常往分泌那么多 对 我年龄大了呢 我可能就不需要那么多了 但我还可以整那么多 结果你这身体就受不了了 你就出现甲抗了 更年期就心烦 怕热 睡不好觉 郁闷 不来月经 甚至是头疼 也冒虚汗 烦躁也冒虚汗 这甲抗呢 也有这些症状 两个一跌加 或家伙 这病人就难受了 对 所以啊 这个时候要得病的病人呢 那老公呢 就成了撒气筒了 真是 那就 你怎么了啊 这影响的是一个家庭啊 对 影响一个家庭 这女童子这个时候呢 一般就像那个 我给他句话叫 像半疯 半疯 你要全疯还不是 全疯人家才不知道 你就啊啊 七一二走 登高耳哥 唱歌人给外边脱衣服就走了 嗯 这不是 人家一穿 人家一整个经历 人家一脱衣大 闹着喊 人家别别 在这儿 离不远点 都这样了 谁不能看 我上街走 你都别跟着我 嗯 他晚上上街走 谁能不跟着呀 你说大半夜的 你说 多吓人 大街上他就走 能放心吗 老公在后边跟着 跟着 跟着 离近了不行 你得离远点 离近了他烦 就这种情况啊 哎 那个甲抗值呢 还不太高 你要甲抗值特别高吧 这不容易误诊 甲抗值不高 高个五六个单位 或三两个单位 嗯 出甲抗值呢 稍微低一点 一般的医生一看 这也不能算甲抗 这个忽略吧 这也不太像 指标 你就是个更连期 这指标也不算 那就按更连期制吧 嗯 咋家伙药用上了 病人也住上院了 咋弄 他也不缓解 越来越严重 后来你这一般都经过几个月 因为治一下子 人家都知道更连期不能一下治好啊 对 治了好几个月 反复弄 也不管用 最后行吧 还得请专家汇诊吧 嗯 请内分泌专家汇诊 内分泌专家来看 典型的甲抗 嗯 老年性甲抗 或者叫更连期甲抗 人家有那么多词 因为你其他科的医生 他就是指标不需要太高 他不需要太高 就是老年性的甲抗 嗯 哎 这个 这时候人家按甲抗一致 哎 这半疯立马安静了 哈哈 不疯了 也不骂人了 也不吵架了 老实在家呆着了 所以这个诊断呢 非常重要 为什么说年资高的这些老医生 他看病准呢 因为他经历的多呀 对 人家这个病 哎呀 我都见过800个 一看你这就是甲抗 快查查 嗯 你说你年资低呢 你没见过 你那边你也没看着 你说你给人说甲抗 你心里没底啊 对 哎呀看这指标不像啊 而且有时候 有些专家还发表一些言论说 这个指标得高到多少多少多少 嗯 才能定为它是什么什么病 这是一种观点 人家专业的一看 不用高那么多 这是苗头 嗯 哎 所以那火呀 着火了 得冒烟得穿出三尺高 嗯 人家那会看的 不对那房子那个烟冒那个烟 不对 不是做饭那个烟 这是着火的烟 一眼就看 也就不用三尺 一露过头就看出来了 这就叫经验 对 所以呀 医学是一门经验的学问 所以 刚才咱说的都是这个上了年纪的啊 这个年纪的成人 嗯 接下来是小孩了 这个请贾老师给爸爸卖吧 说这个孩子得了小儿甲状腺功能抗禁症 请问这种病是甲抗吗 严重吗 孩子现在五岁 呦才五岁呀 五岁 甲状腺机能抗禁 简称甲抗 嗯 因为他可能不太了解 他就是甲抗 其实他就是甲抗 五岁也有得的甲抗 还有三两岁得的呢 也有甲抗 是不是影响那个长个儿了什么的 哎 这甲抗不影响长个儿 不影响 甲抗影响脾气 哦 哎 五岁的小孩脾气冲天 脾气冲天 你扭不了他 你动不动他就摔玩具 哎 咋玩 这熊孩子更能脱 不是 那熊孩子脾气大点到无所谓 我特别想知道 如果五岁小孩得了甲抗 他有什么后果呢 怎么治呢 啊 影响心脏啊 再一个呢 他治疗比较麻烦了 嗯 我们小孩 我们中医叫小孩 叫治阴治阳之体 就是他 小嘛 嗯 发育都不完善 你用点药就怕被他损伤了 嗯 尤其现在你治甲抗的药 都腹度用比较大 嗯 你还把握不好那个量 对 所以给小孩治病呢 就得要经验 要经验了 你到底得用多大量 用稍微多了 他不行 因为稍微少了 他甲抗 哎 明显 所以小孩的这个病比较难治 还有个小孩 他那个从医性比较差 嗯 医生说的话 当时他听 哎 你给他个糖块他可不听呢 嗯 等回家了他妈不给他糖了 他就不干了 药也不吃了 坐地打管哭 你整不了 嗯 所以说呢 小孩的甲抗是最难治的 他根本不听你的事啊 对 那你一天有的妈妈不是吗 一天三顿药 那得一天得跟孩子干三丈 嗯 弄得孩子天天哭 嗯 孩子都不愿意回家 就愿意在幼儿园待着 所以小孩也有得甲抗呢 嗯 我建议这位观众啊 嗯 你应该认认真真地把你的孩子这个病 给他按医嘱进行治疗 嗯 好 看来如果说这个孩子呀 这个这个甲抗之后 啊 不仅仅他这个 会脾气暴躁 而且他影响心脏啊 那可不 嗯 影响孩子未来的这些脾气秉性 好 来咱们抓紧帮这位观众朋友问一下 他说我爸爸63岁 半肿瘤的甲状腺功能抗禁症 可以吃什么食物 嗯 这么去问呢 你怎么不问 我不吃点啥呢 嗯 这就说明人吃 在我们的潜意识当中 占有了多么高的地位啊 嗯 那么自觉不自觉 今天我们吃点啥呀 是吧 我晚吃点啥呀 嗯 我请你吃点啥呀 哎 这个我们不能告诉他吃点啥 告诉你别吃点啥 嗯 人要约束自己嗯 去掉自己所谓的贪婪的欲望 嗯 你就少找病了 嗯 我告诉你不吃啥呢 海货辣椒糖咸菜四个 嗯 别吃了 海货辣椒糖咸菜 这些都不能吃 这四类 这四类 这四类啊 万奇说的是四类 对 不是四个嗯 哎 你别给我弄成四个 所以我就不吃黄花鱼 那我吃点海参 不行 那也不想吃 也是海货 也是海货 嗯 糖也不是说糖块 那才叫糖 巧克力也不想吃 白糖红糖都不想吃 什么甜的这些 都不行 嗯 这位呢37岁一位先生 他说甲状性功能抗击症治疗10年了 哦 现在甲状性的指标区域正常 有尿蛋白一加 然后浅血四加肾功能正常 但是老师啊 我偶尔下腹部会有顶着疼 想问一下是为什么 这是肾出问题了 他这个呢 甲抗虽然是治疗10年了 嗯 我估计他是一直在吃药 控制住了 嗯 但是他这个甲抗没叫治好 这是第一 嗯 第二 他是尿蛋白有一个加号 对 有尿浅血 小肚子疼 对 我们怀疑他有泌尿系结石 啊 泌尿系结石 让他去做一个肾脏膀 就是泌尿系的超生 嗯 看看有没有泥沙样结石 有泥沙样结石 你的尿碱里边就经常会出现尿蛋白呀 嗯 红细泡啊 所以你还得治甲抗的同时 还要治你的结石 嗯 这让病人呢我建议呢 平时要多吃什么呢 这回样子吃点了 嗯 吃点醋 吃点木耳 嗯 醋和木耳 少吃肉 啊 少吃肉 早睡觉 嗯 这样呢对你这个肾结石啊 碳酸钙 嗯 那我们给你了碳酸 那么就溶解了你的钙 哦 那么它不就变成离子状态了吗 对 那么它不就排出去了 嗯 那我们经常是这样的多用一些醋 就我们体内形成结石的机会就小了 嗯 那这木耳是什么作用呢 是把这个结石再给它带下来吗 木耳呢 在医学上呢 它有清除垃圾障碍的这些作用 嗯 它能把你里边的那些小碎渣啊 给你清理掉 嗯 化石的作用 看来这个真是家中常备 没错 这个是男性70岁 我得了假抗 好动 怕热多汗 心跳快 手发抖 人消瘦 双脚乏力 眼睛有点凸 但吃的不多 大便正常 假工检查 T3为523 T4为36.3 人消瘦 这手发抖 哎呀这又说一遍 还真是手发抖 发了两遍 然后去医院检查 发现是假抗 假状腺功能抗禁症 啊 我这个该怎么治疗呢 那就按假抗治呗 嗯 如果西药没吃的话 那就是以中药为主进行治疗 如果西药吃上了 那么就中西结核治疗 啊 认真治疗 老师您的意思西药吃上了 是不能停吗 不能马上停 啊 因为一停马上病情加重 哎 有这个反跳 那您看他这个T3T4值算高吗 T3是523 T4是36.3 高 高 嗯 这是很高了 所以他得抓紧治 还得要求他休息 嗯 不干活 嗯 别气着嗯 早睡觉 对 所以得这病的人 我经常跟他家属说 我说你家这个得了一个好病啊 惹不起的病啊 有 啥活还不能干啊 还得吃好的 得了一个皇上的病 哎 然后还不能气着 对 你的语言 你的好点 你惹他你掏钱 嗯 以后就看见赶紧的 对 伺候好了 这样你就省钱了 要不要你花出很多钱 嗯 这位呢说妈妈得了甲状腺功能抗净症 引起的高血糖 想问怎么办 这甲状腺它怎么还引起了血糖高 哎 对 甲状腺机能抗净 可以引起血糖升高 嗯 甲状腺激素分泌过多 刺激我们糖代谢出现异常 嗯 就出现这个糖尿病 就是糖代谢异常了血糖高 这种血糖高啊 高的一般值都不是会太多 嗯 不像我们的糖尿病 空腹血糖干到十七十八 残后干到二十几 嗯 人家这个 也就是空腹血糖七八 残后血糖十一十二 真不算高 哎 这个呢不要慌 随着给你治疗甲状的这个同时 你甲状腺被控制住了 你的糖尿病就会慢慢的下来 等甲状腺治好了 看看你的血糖还高不高了 如果高 这时候再调整一下处方 嗯 把你这个胰岛的功能再进行调理一下 嗯 这个病就可以治好了 所以就是有甲犷引起的糖尿病 首先你得抓住这甲犷 对 对 光治糖尿病那肯定是不行了 对对对 好 好我们来看 呃这位观众朋友说了 最近几个月呃突然出现这个容易饿 吃的呢也比以前多了 人也很容易烦躁 怕热 然后呢这个以为最近这么会吃会胖起来 可是一称体重啊反而瘦了 更要命的是眼睛都突出来了 想问问我这个症状是不是甲犷了 呵呵 他描述的很细 嗯 要按我们医生讲的 他的这个 主术啊和病史描写的太全面了 不用想啊都不用去化验了 嗯 这就是甲犷 但是我们还得做一个化验 为什么呢 要找出针断依据来 在临床医学上要求啊 你不仅有病人的症状 还要有实验室诊断 要有佐证 哎 那我们就得给你做一个假攻全项 看看你T3T4值 然后这样的诊断就全面了 嗯 给你进行治疗 所以这个不用想了 赶紧做化验 做完化验 抓紧治疗 嗯 几乎就确诊了 对 这位说医生你好 我有心脏病 最近查得了甲抗 我想咨询一下 这两种病有没有什么联系啊 会不会因为得了甲抗 我这心脏病更严重了 甲抗和心脏病的关系 应该是非常密切 嗯 如果你心脏 本来你就心脏不好 心梗啊 心衰啊 心率失常啊 这些都有 突然你来个甲抗 这心脏病啊 就要加一倍 嗯 因为甲抗要刺激你的心脏的活动 出现异常 嗯 那么所以你得了甲抗以后 心脏更加难受 嗯 所以你要去治心脏病 还单单治心脏病是不行的 必须也要治疗甲抗的同时来治疗心脏病 这样才能把你的心脏控的好 所以很多老年人得了甲抗以后咋发现的呢 都是上心内科看病 哎 不行我心脏都受不了了 嘟嘟 哎 鼻子上不来气 没有劲 赶紧吧 一查心电 做一个采钞 一看心脏真有问题 那赶紧治吧 人家那心脏病治三五天就见效了 或一个礼拜也行了 这个治完以后 病人还喊难受 没办法 那分币挥展吧 一挥展 甲抗 老年性甲抗 嗯 哎 所以说呢 这个病呢 你就得两 你得了俩病 你的俩病同治 嗯 好 来看 这位朋友说了 医生您好 我爸爸最近写字 拿筷子端板啊 这个手都会不停的抖 这个会不会是甲抗呢 甲抗在身体上有什么表现呢 是手抖一定是甲抗吗 手抖 对 有可能是甲抗 我们只能说有可能 建议他做一个甲工化验 嗯 为什么有可能就意味着 还有其他病 对 也手抖 嗯 帕金森呢 嗯 这样抖 嗯 数钱指 嗯 小跑步 嗯 摇头 嗯 帕金森 还有失眠症呢 嗯 手抖 失眠症的手抖 哦 还不一样 这样抖 失眠症呢 是抖 那我想知道甲抗的手抖是什么样 甲抗的是真正抖 它是不是 它是心脏的问题 斗 斗 斗的幅度比较大 嗯 最轻的就是失眠 嗯 其次就是甲抗 再数钱了 嗯 那就是帕金森了 帕金森了 对 数钱了是帕金森了 有钱了嘛 你帕金森得花钱多呀 哎呦 我的钱 看来通过手抖的这种方式哈 也可以基本的进行一个自我判断 嗯 最后一个问题说医生你好啊 我这身体啊 皮肤搔痒甚至起痒 为此反复的就诊皮肤科 嗯 因为皮疹和搔痒抓痕呢 呃 亦被诊断为慢性的蕁麻疹 服用了一段时间抗过敏药之后 稍有好转 但是一旦停药就会复发 我想问问我这个蕁麻疹 跟我这个得了假抗有没有啥关系 嗯 你别说这位啊 嗯 这个 这个脑考虑问题 思维还得具有放射性 对 有没有关系呢 还真有关系 哦 这皮肤病还跟他有关系 对 怎么关系呢 这个关系比较深 嗯 不是表层的关系 嗯 我们这个皮肤过敏 寻麻疹 就是一种免疫反应 嗯 而我们的假抗 它也原则上讲 它也是一种免疫病 嗯 也是免疫机制出现了问题 那么尤其是假抗病人 折上了寻麻疹 那么 这同时出现在一个人身上 这种寻麻疹很难以下治好 哎 吃点药就轻了 不吃药就反复 嗯 所以怎么办呢 就得假抗和寻麻疹一起治 嗯 双腕齐下 两手都要抓 嗯 这样呢才能把他的假抗啊 寻麻疹治好 所以我 我不管那个假抗 我就想治我寻麻疹 你治去吧 你十年也治不好 嗯 看来这个我们更多的时候 在生活当中啊 需要真正的确诊 但是呢 还是要跟大家说 管住自己的嘴 像今天老师说的 假抗海货辣椒 盐咸菜 就别吃了 尤其对于假抗患者来说 应该是放飞心情 嗯 你看都立下了 天越来越好了 祝您有一个好心情 对吧